有人认为 发梦是灵魂离开身体 去看这个世界 又有人认为 发梦是看着平衡时空的另一个自己 更有人认为 发梦是预知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你们的梦又代表些什么呢? 梦倒梦泥坦 一一都可以帮你解答 《真心灵》的项目里面 现在都是百花齐放的 但很多时候 大家都变成了一个灵性购买者 什么意思呢? 只买 买一堆水晶 买一堆工具 上一堆堂 但有没有用在这个生活里面呢? 如何使用呢? 其实那些工具是用来做什么呢? 《真心灵》已经说了 百花齐放了很久 可能我们以往节目里 都偶然会说 什么是吸引力法则 什么叫秘密 这些都是很早期 甚至是与神对话 都是一些很早期少少 涉猎中心灵 甚至是吸引力法则里面 有很多门派 无论是什么门派 最后 你可以达置的 其实都是想 我们经常说的 提升你的频率 令到你人生幸福快乐 我们说了很多次 什么叫频率 能量 但偶然也有朋友说 其实可不可以很清晰地整理一下 有些东西我可以去跟随 我都不想做一个灵性购物者 我想真的整合成为自己人生的一套哲理 或者是融在我每一天 行不行呢? 今天想很有结构地说一说 其实我们经常说 什么叫同频共振 什么叫频率 什么叫日后夜晚 我们其实如何反映出来 我们的题目经常说梦境 梦境究竟如何反映频率这件事 其实频率说了很久 其实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 我很喜欢用他来说的 就是爱因斯坦 你会说关他什么事 这个伯伯雅很厉害的科学家 其实爱因斯坦很早已经说了 我们现在所碰到的 这张纸 这个牌 这个我后面的iPad 我这个手机 任何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能量或震频 而这个震频 他就用量子物理学这个图 可能你会经常看到 他就说所有的东西 都是基于一个frequency 一个频率 而你会见到他发生 而当你见到他成为一个物质身 例如我一个人都是物质身 人、事、物 任何用不同的形态 有一个form 我们叫做物质 他呈现出来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吸引力 在Under这个叫做吸引力法则里面 就会有一个同频共振的状态出现 一样频率的人事物 就会黏在 你当一个磁石的一左一右两端 它会自动吸引你 但是在频率里面 这个图大家常常在不同的场合 会看到 我又会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去解释 什么叫同频共振 或者频率是什么 你就幻想一下 你开着现在这个很大过网 这个APP 或者你买了这个节目 或者你上了这个网上看 这个就是你调教你的台 调教你的台 究竟你是听什么台 你听鬼台当然是听鬼谷 你开了欣语之声 当然是讲神 即是基督的一些东西 一些的分享 所以首先就是你要知道 你每一刻都在转台 或者每一刻是停留在某一个台 这个就叫做频率 我们称之为一个频道 你当它是频道才容易理解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 我想看A台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听出来的东西是B台 或者我想得到A这件事 为什么最后出来 我只是得到B grade的东西呢 这个就是频率上 频率上很有趣的 其实频率就是说 如果一个房间 一高一低的频率 不要管它是人 还是一只动物 还是一棵树 有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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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物件都好 它的震动频率 如果有高有低的话 倾向是强大一点的 那个呢 就会吸引对方过来 通常就是高那个 低的就会被高的吸引了过去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频率 可升可跌 跟股票一样 ok 那好了 那如果你说 频率可以调教的 那就好像心机台 或者你扭这个 就是去这个 网上的digital 那条link 譬如你zoom 或者你现在看这条台 那这条link 就是去 那个频率的那条锁匙了 频率的好处是什么呢 频率是随时可以改变 就是说就算你现在很低嘛 你可以调高的 第二呢 就是它有向上流的倾向 只需要你强大就可以了 那就是如果 一个房间一高一低 那你倾向高的 会扯你上去 但当然 很低频的时候 如果它比你强大的 你会不会跌下去呢 都偶然会的 那但是倾向是高的 够强大 就会扯你上来了 那就是说 可能你没有那么平安 但你见过一个 很支持你的朋友 收到一份很窩心的小礼物 你会相对有一个感动的感觉 或者你觉得 原来这个世界 就算我这么赢 就算我觉得 那些人讨厌我 在公司 原来有人爱我 那这个频率 就自然会递升的了 那另外 频率有一个状态 很有趣的 除了它会递升之外 它也会释放 散出来 就好像 一个BB在那里笑 一只狗仔突然间出现 无论你个人多鼓缩 多心情差 突然间 现在大太阳晒下来 你很想懒抑鬱 你是抑鬱不到的 就是你突然间 太阳牙可不可以借一借过 不要晒我呢 就是很有趣的 譬如有些天然的动作 张开双手 我们之前有些瑜伽导师上过来 例如是Kiki 他也在说 有一个动作 是张开双手 当你张开双手 向上望的时候 你倾向 是一个很想 和人连结 很倾向 很想拥抱 很想分享的一个动作 那你对着这个动作 还要有个大太人射下来 其实你很难低频的 所以 其实心与 心与 零 三个层次 我们不会拆开 我们是一起过 一起做事的 所以无论你做些什么 只需要你是有意识地 就可以调教频道 例如 你去到狗公园 去到见到可爱的小动物 去到见到大太阳 去到见到花朵 大自然 为何现在香港飞不到 那些人 对爆了个行山径 就是因为行山有一股魔力 你对着那些花 你很难批判的 难道你对着它说 喂 这个同事召唬我 你帮我骂他 或者是 我真是很恨你 这双花真是很恨 你是批判不到的 你对着人 你还可以启动 很多人格系统 还有北市 真恨憤怒 贪真痴 你对着很漂亮的水晶 你对着大自然的花朵 小物 对着一棵 无论它漂亮不漂亮的树 都是有那种自然的魔力 你比较少会跌下去 贪真痴 人间的虚患 所以频率 原来就是可以自然地得到一个高层次的频率 然后你可以比较倾向在一个高的位置 那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个圈 其实这位朋友 叫大卫 大卫 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去研究 基本上 他就不停研究 人类的频率 在一个不同的发放的情绪底下 他会发生什么事 这里由最低的内疚 接近死亡 很封闭 很悲伤 一路升上去 你看到那些数字 就是代表你频率上 就是开悟的境界 就是大德 中间由最低的冷淡 内疚 羞愧 很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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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值得你爱 我就是废的 一路数上去 悲伤恐惧 慕怒 骄傲 勇气 你看到黄色的层次 就开始倾向一个正面 对人生满意 有信任 接着做人可以主动 主动需要力 你现在 都是慢慢交到租 你哪里会主动帮人 你都觉得 不如找多两份part time 做一下 很实际 接着去到宽恕理治外 高频的能量向往上升 去到喜悦 喜悦就是 你很有耐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想和人分享 喜悦是一份分享 就像刚才说的 小BB的笑 他不会收回你钱 我笑一下 收你两元 这个BB坏了 他不是BB 一路上去 平静 平安 和平和谐的感觉 直到开午 我们有另一张图 给你看看人的频率 它显示在人的身体 会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有很多机器可以协助 之前有一个节目 Steven Sir 这个人类图的老师 他自己也有几部机器 很耍家 他很喜欢科技 他都会不停用一些不同的仪器 Healy Time Raver 去测量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人 他本身的频率 而这个频率 就会测量出来 其实都是一些科学 我们讲的 最科学的人 亦都可以是最灵性的人 其实他们没有测得那么开 好了 由你妒忌 羞恥 这些羞愧感 刚才说 一路 你见到 焦虑 爱 爱是整个人发放着 这个橙橙黄黄的光 是一份温暖的感觉 焦虑都不是没有红光 但是火也会生气 或者是生气 其他地方 就不能照射到去 嘴丧 你见到Depression 今天很多人 有很忧屈的感觉 很抑鬱 很沮丧 很抑鬱 就是充满着 这个蓝色黑色 就是没有什么力量 没有Energy 没有能量 直到我们看上面那一排 很生气的时候 吓吓吓吓 然后往上跑 所以你留意一下 为什么生气的人 无论在哪里 撞到他街上也好 就是在公司也好 你的伴侣也好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面红耳尺 就是你发火的时候 面红薄薄呢 其实生气的能量 就是冲去脑袋 恐惧 惊慌 厌惑 很disgusting 但是中间快乐 就平均整个人的能量 流动 可以去到你的手手脚脚 所以你看到 其实对人有益 与对人有害 那个情绪是怎样呢 其实他会发放一个不同的频率 出来 所以为什么经常说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可以保有你的内在平安 你真的不要放下它 那我们又看看 哈佛的一个快乐的人的研究 那可能 无论你有没有听过也好 都想跟你分享一下 因为很有趣的 哈佛有这个 二十个令人快乐的习惯 习惯就是天天做 或者尽量多做 我只是想点击两个 因为大部分你都知道的 感恩 多谢人 原谅宽恕 开坏一点 少多一点 这些 最有趣的 我觉得想找两个出来说 第一个就是point 2 第二个点 Choose your friends wisely 明智地选择你的朋友 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 我们人经常说 同频共振 刚才说 什么叫同频共振呢 你的频率如是 你会吸引如是的人 说一个例子 有个人说 我一世都被人出卖 和很多是非 那些同事很恐怖 接着我遇到的partner 都没有好人的 每次不是骗我钱 有钱又不分给我 每次都是 有钱又作怪 因为为什么 为钱而斗争 没有钱又说 没有钱又要再投资 所以他几次的投资失误 不是每次因为他赚不到钱 是赚到钱 然后因财失矣 而最后又是拍桌子不做 大家抹面分公司 无论你有没有试过 你要知道 首先吸引你的朋友 是你的频率 所以你把口说 我不喜欢人说是非 你一埋桌 就叫定杯威士忌 说人是非 分分钟 你都对自己没有一个觉知 所以你吸引人 你以为你不是是非 但根本他们是这样 其实他反映了你 朋友是你一块镜 除了我们说伴侣之外 你选择的朋友要明智 你明知你自己有一班 酒欲朋友 你没办法令到你的情绪得以舒缓 没办法令到你的人提升 但你每天都只是见酒欲朋友 那你又自己打自己两巴 那你又怎样进步呢 所以选择朋友 原来都要明智 都可以令到你长快乐 长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不断学习的那些字 为什么呢 一个小朋友 他是不停学习的 他拿着纸飞机 他拿着一张纸 他拿着一支笔 你不要管 他写什么都开心 但我们成年人仿佛忘记了 我给了多少玩具 我们的钱越来越多 或者我们的智慧越来越多 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多 但我们的快乐没有越来越多 你可能以前拿着一支妈条和妹妹 你拆出来两个半一支妈条 拆给同学吃 你比我更开心 你更开心 我买一些很漂亮很贵的雪糕 蛋糕 漂亮的 不知什么 Tay 什么都好 你吃之无味 所以其中另外一个 我很想抽出来说的 就是十一都很重要的 要有心交 我都怀疑很多 来找我咨询的朋友 我发现 其实他是没有朋友的 也不要说是心交 甚至那些朋友 其实全部都抹了面子 为何这么重要 为何要有心交的做人 我不理你一个 还是半个 还是两个 心交的意思是 你会有个深度 即是当你没有办法 明智选择朋友 我当你第二点 你做不了 那些朋友 认识了20年 难道不借钱给他吗 那个朋友 认识了很久了 有些人就要断捨你 可能他没有办法 满足你的生命 大家会互相服务对方 这个不是说要你 个人很贱格 不理睬人 不理情义 我白羊座 最重视朋友 最顾情义 但是 硬服务对方的朋友 很难做心交 所以这个 我都会提提大家 十一点就是 财心 不要 财心 这些东西 财心 财心 是